一个团球队 刚才变成十四分 又是一个抢断 雅力山大 雅力山大今天发挥非常多做一个替补 二分钟 这两分钟应该是有点做不入了吧 这两分也算是帮助孙岳在争取 留在场上的时间 有没有一次助攻呢 也没有 三分出手 还是没有投入 再来 别着急 攻击接力 保一 然后孙岳重新拉开了比分 我们可以看到孙岳在整个在推进全场进攻的时候 所有观众都在为他加油 所以他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 这个是故宫置疑的 阿里扎也下场休息了 军队现在是全替补 这已经很放心了 两分钟的时间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是范甘迪来带队的话 估计还不会这么放心的换场全部替补 现在十四分的差距 雄鹿队继续全场紧迷地人 孙岳提到上线来接应 一对一个机会应该 出手 投中了 这是按道理来讲 这是胡人队的最大的一个铁杆替补 如果少能得分 就说明胡人队全都得分 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不要因为 因为好比说像胡人队 他是一个中国人去欢呼 而是说他是一个铁杆球迷 得两分以后 所以说 这个时候就说明胡人队的实力非常的强大 又来了 反省非常漂亮 在这个时候 孙岳慢慢在找自己的感觉 所有的感觉就是这样 一分一分地找回来的 所以作为一名球员来说 在场上 从这个球童 可以说是提球鞋的 到这个 替补中的替补 再到替补 再到主力替补 再到主力 再到核心球员 再到明星 这个成长的历程实在是太艰难了 回头一看五年过去了 所以已经23岁了 也许他在这儿在这儿打一打 锻炼锻炼顶 然后也许明天被转到其他队都有可能 但是两年的合同嘛 所以一定不要放弃任何机会 好球 这球是界外球 三次失误 两次得分 三投两中 只要再多个时间信心就来了 一对一突破 大球撞人了 其实在这种环境下孙悦的竞争环境是非常的恶劣 你知道所有人都想打球 而且新秀在场上一上来裁判就钉得比较紧 这是四次犯规了 但就像刚才孙悦那个六底线 一样只要你出机会肯定是会给你的 10V92最后的几十秒钟 看孙悦还有没有机会出手 好 对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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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 对面也是跟他示意这球不要再攻了 对面是给对手保留一些颜面 对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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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啊